是陳嘉倩 歡迎你提天氣 上午落過一兩陣驟雨 之後就轉為晴朗 下午新界氣溫更加上升至35度左右 從加強版衛星雲圖 可以看到香港附近的晴空區 位於中國東南部上空的反氣旋 即是高氣壓 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 再看遠一點 和枚與帶相關的對流雲團 即是紅色、黃色這些部分 稍微向南移動 然後看看晚上11點的氣溫 有30度 相對濕度74% 浩而天氣警告是現證生效 加比天爺先生 預測是大致天情 但各部地區有驟雨 天氣都是那麼熱 氣溫是介乎28至33度 身價再高1、2度 而端節當日仍然是炎熱 不過下個禮拜初 驟雨就會多一點 預測天日的最高指外線指數是12 強度屬於極高 接著先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 廣州多雲 澳門明朗 廈門和台北驟雨 上海多雲 北京雷暴 瀋陽雷暴 首爾多雲 東京有雨 大阪有趙雨 曼谷雷暴 吉隆坡雷暴 新加坡趙雨 雅吉達明朗 胡志明市下雨 馬尼拉都是下雨 澳洲的莫爾本趙雨 色尼趙雨 布里斯斑天晴 衛寧頓有雨 澳克蘭多雲 明則方面 溫哥華多雲 三藩市和洛杉磯有毛 紐約雷暴 多倫多天晴 紫亞哥雷暴 霸黎和阿姆斯 一單系天晴 倫敦多雲 法蘭克福趙雨 蘇黎聖明朗 曼曼落雨 新德里明朗 卡拉奇天晴 今天會和大家去到印度 看看當地的天氣 印度的季後雨季 在6月初開始 西南季風將阿拉伯海 濕潤的水氣吹送到印度西岸 引發明顯的降雨 也為當地稍微降下溫 目前北部的雨勢 未算太大 不過中部漫買 過去幾天的雨量 已經超過200毫米 印度的農業 非常依賴季後雨 專家預測6月底之前 雨區就會慢慢向北移 不過今年整體的降雨量 就會比起往年低大約一成 今晚講到這裡 各位晚安